好 我想問他陳彥哥 這張照片不得了 一看就知道 誰跟黃仁勳比較好 對 所以當看到這些人 在聚餐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一件事 要吃這頓飯不容易 你看 身價857億 身價3500億 身價1.67兆 太厲害了 所以這一家私廚也爆紅 不過他本來就很紅 聽說很難訂 很難訂 當然如果是黃仁勳要訂 應該相對是好訂 對 直接就把別人趕走 很難訂是只對謝承恩而言 還有對我本人而言很難訂 當然很有趣 大家就說這裡面就有零百里 大家就在想說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今天AI概念股當中的廣達 漲了3.05 可是偽創只有1.29 沒同桌吃飯 對 網友哭手說 因為你沒有去吃飯 當然我覺得也不是這樣 這是我們開個玩笑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整個AI 我們這一天持續在跟各位追蹤 跟報導 我們叫AI四大天王對不對 AI四大天王 實際上我們也跟大家講 廣達 偽創 就整個縣圖來講 只要缺口不補之前 應該都還有持續上漲的空間 當然你要希望他像當時這個 去年AI議題剛開始那樣強漲 我覺得有點強能所難 但是維持這一波的一個多頭的走勢 應該還是很有機會 為什麼 實際上大家一直說伺服器成長到現在 還有成長的空間嗎 但你看美超委他就是做伺服器的 就是說AI伺服器 結果他的業績如何 大家就一直睜大眼睛在等 昨天 你知道我今天幾點起來嗎 4點半 網友就笑我說是起來尿尿嗎 當然不是 我就是為了看 這個第一時間的一個訊息 因為他在公佈財報之下 他就先調高採測 當時股價就一天打算30幾% 也是我們節目就講了 這一次到底公佈結果如何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調高採測 可是財報真的這麼好嗎 結果沒想到 他的採測的部分30.7億 變成37到40億 EPS的部分從4.6到5.2到6 全年營收從138到143到100 當然原本估多少 100到110 所以大幅成長40% 又比市場預期的好 所以當然盤後他的股價 又在持續的走高 非常的嚇人 當然就他的伺服器來講 很多人不理解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因為他的交貨的時間很短 一個月而已 對手可能8到 至少8個月以上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因為他就是採用了 像樂高積木的模組化系統 基本上幾個套件 大概都已經固定了 所以你告訴我你的需求 我就可以把它組合好送給你 這個就跟樂高的概念是一樣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它是一條龍的 簡單來講 從鋼板一直到最後伺服器 所有的組裝 他都能夠一條龍來進行 有人形容一片鋼板進去 美超圍出來就是一台伺服器 所以這個實在是太強了 所以我給他一個鋼板 他就給我一個伺服器 當然不是這個邏輯 而是說他一條龍的能力 非常非常強 當然在這當中 為什麼這個美超圍大漲 等一下我們要談的 就是散熱的部分 今天特別的強 實際上過去的散熱 就是拿一個小電風扇 好熱 最早是扇子 後來有的電風扇 這個叫氣冷 可是現在的發展叫做易冷 你要知道GPU的運算的 速度是很快的 速度快的過程中 它的熱就會不斷的 溫度會不斷的上升 加上體積又很小 所以我要怎麼做 可以讓它的耗能能夠降低 你要散熱的速度快 你一定要散熱的速度快 所以過去我們去看 所有做伺服器的地方 它冷氣空調一定是24小時 可是還是氣冷 鴻海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這個地方 它是直接靠自然風吹 在貴州有沒有 好像在山洞裡面 在山洞裡面 溫度很低 還是氣冷 現在做了什麼叫做易冷 實際上如果我們有開車的人都知道 車子前面不是有一個水箱嗎 你把晶片泡在水裡 你把伺服器泡在水裡 行得通嗎 所以一開始沒有人採用 這樣的一個技術 可是現在的技術 越來越好以後 大家在想 易冷還是最好的一個 冷卻的一個方式 所以現在從氣冷 一路進步到易冷 那當然就可以大幅度的 提高散熱的效能 也能夠讓晶片更小 數量更多 這個也是為什麼今天 這個最幾天我們看到 AI股大漲的一個原因 當然AI股大漲 大家原本這個期待台股 能夠延續昨天 但是我要特別講 今天台股整體的表現算平穩 因為台股從台積電的法說之後 我們算一下 大漲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一定已經七天了 七天要不要回來 不是 這個漲了七天了 第八天 休息一下 因為上帝也是一個禮拜就七天 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當然在這當中 我們也看到外資還是連續買超 即便今天 因為我們在截圖的時候 資料還沒有出來 但是今天外資仍然買超 我們錄影當下的數據公布 外資還是站在買超 所以連續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連八買 所以代表外資對年後的行情怎麼樣 其實看得相當的樂觀 對 它就是要保護過年了 尤其是今天你看 大家這個股市 其實台股小跌 但這裡面最強的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電腦級周邊設備 電腦級周邊設備 其實就是AI 就是AI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當中我幫各位整理這幾個 其實基本面相當好 EPS獲利都不錯 年增率的部分 營收的部分當然起起落落 但是不代表年增率是負的 就一定不好 在這當中包含氣喉 霜喉 鑒準 鑒測都跟散熱有關 這都跟散熱有關 再來你說性化 這個是伺服器晶片 再來台光電 這個我們之前節目有講過 金像電 影威 川湖跟技嘉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道地的 不是美食 是伺服器概念股 所以我們在這邊 很快的帶大家檢視一下 因為基本面 其實我們講過很多 我這裡就請大家注意幾件事情 關鍵K 什麼叫關鍵K 你看齊鴻這一根 它就是大漲突破盤整區 然後今天又來一個關鍵K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此股續報 這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大家不在 像這樣已經大漲股票 大部分人是不敢追 一定不敢買 那怎麼辦呢 你看像雙鴻 其實還沒有大幅度的發動 那它也是一個關鍵K 只是說大家把心思都放在 齊鴻 今天因為量能也沒有放出來 所以它雖然是出量上工 可是威力沒有像那麼強 但是我覺得只要行情好了 量回來了 實際上追進的意願應該會是高的 所以散熱的擴散效應還是可以注意 我覺得是可以注意 好 那台光電上次這個 陳彥來節目的時候特別有提到 追蹤一下 實際上 我不能一直自我吹捧 所以麻煩你幫我點一下 講在這一天 對 沒錯 就是這一天 就是這一天 那既然你都講了 那我就延續的發揮一下 你看我們講的時候 它還沒有正式大漲 接著漲上去 我也跟大家講說不要害怕 只要它缺口沒有補 甚至補都沒有關係 我說補都沒有關係 結果今天又上來了 所以代表伺服器的一個主軸 而且這個是關鍵K 這個也是關鍵K 重點是量能都有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另外你在看窗戶 也是我們上次有講 這個就是關鍵K 這個就是關鍵K 壓回整理 你看就是在這個缺口這裡 我覺得壓回的狀態非常好 而且你注意看 關鍵K是出量供 重要的整理區對不對 壓回的時候一定要量縮 所以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有像我講的 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所以伺服器概念股 我認為在不只在農曆年前 我認為農曆年後 還會有所表現 所以為什麼你注意看 這些股票外資都把它鎖定 鎖定的原因是 他們真正看好後面 一大波的一個行情 大家最關心的還是AIEG 廣達總統長林百里 宴請黃仁勳 還有張州某董事長 股價今天比偽創還要強 那很多人都想問 這個AIEG我可不可以報股過呢 尤其是廣達跟偽創 這兩黨大哥 基本上我們從兩個角度去看 兩個股票都一樣 因為現階段來講 其實投信都還持有這些股票 如果它調整過 其實慢慢的就高股息的 它的跌過了嘛 那殖利率不就上升了嗎 那就有可能再買回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可以特別去注意 看投信有沒有 可能接下來我覺得第二季 買盤會在第二季 你說這是AIEG的 明顯的買盤在第二季 ETF的買盤會在第二季 所以第一季一定會有很多 主動式的買盤會先卡位 就是主動式的買盤 不會在被動式買盤之後 它先卡位 等被動式的買盤 它一定要買 把它拱上去 理解 所以我覺得主動式的買盤的人 在想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缺口它不能破 因為缺口破的話 主動式買盤它會停損 這是第一個觀察 所以你看廣達跟偽創 缺口只要守住都沒有問題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其實 對主動式買盤的人來講 它會很怕前面的那些學長學姊 就是所謂的套牢的一個賣押 所以這個地方 尤其是廣達 目前其實距離有一點近 所以我反而覺得 為什麼大家現在外 法人比較喜歡去買偽創 因為你看套牢的賣押的空間 跟距離感 這個比較夠 有四五十塊 對不對 距離感比較夠 壓力沒那麼大 這跟客廳的大小一樣 距離太近 螢幕不要太大 距離拉遠 我尺寸可以買大一點 空間大了 這種操作感就有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大家就注意一下 缺口還有前面的一個套牢壓力 真相不漏網 真相不漏網 好 好 在這件事 剛才 相不漏網 resume 這個是 我自己對